世界人權日當天 記錄影片自由中國 硬要在美國華府一場人權論壇上進行放映 與會的人權活動家對於影片反映的 法輪功學員遭受中共迫害的嚴重程度感到震驚 並對白宮網站上譴責中共活摘器官的連署表示支持 12月10日下午 人權組織為平等與自由負責 在美國華府國家記者俱樂部舉辦一場人權論壇 並放映了獲獎記錄影片 自由中國 來自不同族裔的人權活動家在觀看影片後 對法輪功學員在中國所遭受的殘酷迫害 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感到震驚 美國紐約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主任卡普蘭等三位醫生日前在白宮網站發表一封請願信 呼籲奧巴馬總統調查和公開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參加論壇的人權活動人士均積極響應 並認為美國政府對此應給予有利回應 這是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道 觀眾朋友們會請求 請求 他請求 您 請求 您